有这么一个族群 他们聚集在新疆茫茫临海深处 他们有着和外表一样霸气威武的名字 狼 但现在是文明社会 那些关于人狼狮斗的故事早已成为传说 谁也没有想到 三十三有九分之七秒后 他们会这样的方式相聚 在森林深处生活着兽医一家 这个美丽的女人是兽医妻子 这个遗传的兽医妻子 美貌的大baby是兽医的女儿 因为她经常抱着一只小白羊 所以人送外号小白羊 很明显这个男人就是兽医 这天热心声明兽医先生在回家路上惊鸿一撇 撇到一个脖子长长的妙龄拦指 本着好事做到底的传统美德 兽医将这个男人带回了家 甚至拿出了八年珍藏款白肝肝炒药 小兄弟 把这三味草药吃了 你的病啊 大概也就差不多了 好 这话都在这儿 快醒醒 吃水果了 在兽医一家人的细心照顾下 男人的伤逐渐脱离险境 过了许久 一只昏迷的受伤男人突然醒了 迷迷糊糊中 他听见了磨刀声 这个吃了白肝肝炒药的男人 出现了被害幻觉 于是敌人将他俘虏 并准备将其杀害 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一怒之下 完成了传说中的狼人杀 直到他看清 倒在地上的是个拿着食物的女人 才知道自己误刀了 愧疚和悔恨 让他不敢继续待下去 他跌跌撞撞的逃了出去 发出了后悔的傲务声 这个男人就是披着人皮的狼王 兽医问着王回到家 看到死去的妻子悲痛欲解 看着妻子逐渐冰冷的身体 兽医的心中有了答案 杀害妻子的凶手 就是他救的男人 兽医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重要的是兽医的剧本改了 英雄片变成了复仇片 从此之后 兽医挟着狼的样子 踢上皮 开始他作为狼人的潜伏生涯 狼历二三三生年六月六日 一副仇 受益期盼已久的日子来了 这天狼王和他三个儿子 大狼 二狼和三狼 正在家庭聚餐 这个辣锅真好吃 兽医穿着狼皮伪装的其中 准备将放了毒药的羊肉 盛给狼王 他一步步走向狼王 这时他却抬头看到了 自己的女儿 竟坐在狼王身边 原来在几天前 三位王是骑着骏马 在草原上驰骑 二哥 等等我 二哥 无意中遇到了美丽的小白羊 他的美丽 让三位王只深目结舌 他们趁乐打铁 向小白羊发出了家庭聚会的邀请 我想邀请你跟我们一起吃顿饭 我知道你做饭好吃 我来聚会了 周一慌了 但是想要复仇的心占据了上风 只见三位狼王子都已经喝大 三狼在奔野地 大狼在思考狼身 鹅狼不知所忠 而狼王坐在高位上 不可一世 急于其畅狂 于是 他将有毒的羊肉 倒进了狼王面前的锅里 没想到竟被大狼误食 羊肉 羊肉有毒 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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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狼 大狼 男人惊醒了 发现刚才的一切不过是一场屋 兽医帝家新兴的照顾 男王 男王向他们表明了身份 一条感谢 把沉默和兽医帝家 共同守护声音的和解 从此 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节没有让你省个够的美团团购 联合赞助播出 全程无压力 现在就出发 感谢奥迪Q4一创纯电豪华SUV赞助播出 开启头皮修护 逆转出油泛红 本节没有让你头皮无忧的 海菲斯头皮专研系列赞助播出 高倍防晒力清透好肤感 本节没有让你自在追光的 兰扣小白管防晒赞助播出 延迟引擎老化 年轻即刻出发 感谢让引擎持久年轻的到达二能源 快持润滑油赞助播出 出发团成员将模拟当地的食物链 纷纷入籍成为食物链中的一块 获得身份信息的任务 苗胖 我的一旁没有四旁 我的四旁没有四旁 我的三旁没有四旁 我的四旁没有四旁 着急了 想赢个心态 我的五旁没有六旁 我的六旁没有五旁 碰 废 你原了 你的身份是 你就是军 就我自己不知道 我进去问你的 行 然后我不告诉你 我们应该能和平共存 让他们先厮杀一会儿吧 我要吃掉他 你是啥师哥 我就盯你了 今儿四旁 我害了几个呀 两个 那这重表力够高的呀 真的是 把我给出卖了 范晨晨 名牌班了是吧 我是啥 哥哥来了 小白 哥哥来了 你插翅南桃 那这样 我的老爷 大郎 大郎 二郎 我最后一下那个亮相 我应该是几郎呢 你不是疼吗 我是疼 我是疼啊 一个生疼 小杨 独孤 傲天 我们对您做一个简单的采访 万一啊 肯定是比神岛的要好了 对对对 这个不用我怎么讲啊 我 我的画画面 还是 体现的非常震撼震撼 震撼 资金不够充分 时间比较匆忙 我也比较充速 哈哈哈哈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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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演员很努力了 咱那三郎演的说话没话说 多强信念咱那养成队 倒也没有任何的引导 情绪到了 镜头就走了 对 对 他不给留份 负6吧 加两份 咱们仨凑一个 是吧 我们是8181钻石嘴的媒体 三位老师对今天拍前准备还满意吗 您讲两句 对 我觉得 他怎么 就是咱们 是不是 对 就这个事 其实你展开来说吧 就是他 你怎么说 对 你不能 对 所以 说一百来个字 一个字都 对 哈哈 请给诗戏导演打分 满分十分 首先是沈腾导演 十一分 只能十分 只能十分 那就十分吧 艺术范的一个拍摄 镜头非常流畅 那您对诚诚导演认可吗 认可认可 后生可畏 拍的让我们很惊艳 您给他打几分 一分吧 两位诗戏导演 对自己的作品满意吗 怎么说呢 我觉得最好的作品 都是下一步 他总会有一些遗憾 海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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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你听不懂啊 听 来吧 互相打个分吧 我给成岛 九分了 成岛也还好啦 毕竟是我的后辈嘛 我我从从他这么大的时候看他长大 八分吧 好吧 好好拍 谢谢成岛 两位还有什么送给对方的寄予吗 好好长大 希望成岛能够 人老心不老 你们觉得 谁最有资格成为正式的拍摄导演 你们认为谁能接过世系导演的担子 成为正式导演呢 接不过 谁都接不住这 有点难 确实有点难 对 对 就是对 虽然他们完成了一担子 但我希望他们能继续保持这个工作 对 继续 我希望这个腾哥跟陈彤就接着对 是想看到他们的这种工作 进步 还得给机会 多点是好的 对 但最好别出发 对 希望你们的作品可以越来越好 也希望你们的节目能够成红 结束了 好 好 早 早 各位老师 我们经过昨天一天的努力创作 相信大家灵感都非常的蓬勃 但是在此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给上一期的电量王 Baby 送一个小礼物 好 作为上一期电量王 微博网友 给您选出了一个道具 酷炫无敌牛仔帽 您可以在拍摄时使用 谢谢大家 好看 谢谢大家 就是增加一下我的时髦感 好的 接下来今天是正式拍摄日 有人立见小白为正式导演 正式导演 你有推荐的人选吗 小白吧 所以我们今天的导演是白静廷 你是导演 全我来 我也驾驭不住 昨天那俩那么差的 都给你打完样了 你怕啥 你拍一拍 咱们后期很强大 行 好好 另外 导演组根据昨天腾哥的创意策划 编写出了正式的剧本 请小白导演领取 我眼睛怎么了 怎么给我个最小字啊 我居然看清楚了 把给导演看个分镜 还要分镜 导演 导演 导演看个分镜 导演怎么演 不是 就把这剧本 我用空格 把这剧本 用格 又给我打了一遍 就叫分镜了 我又让你们给我分呀 什么分镜啊 镜头呢 把这剧本 让你看起来更加清晰 导演组 这会表演体骗呀 来吧 读吧 在森林的深处住着寿衣一家 寿衣是谁 寿衣是腾哥 还有一个漂亮的妻子 一个可爱的女儿 她的女儿叫做小白杨 小白杨是谁演 小白杨是我 那那个妻子呢 她妻子是谁 大吉 我谁妻子 腾哥 还有这个给问乐子了 开门包子 大王子一个字 王 王 大王子是谁啊 就王啊 大王子我 大狼吗 一个字王 王 谁是首领 首领是范晨晨 她的名字叫做狼 等一下我有个问题 大王子 二王子和三王子 都是范晨晨的孩子 那只能说 我的基因全给小白了 听见这话 我没人搞清楚 沙哥 你也是范晨晨的孩子 我是 我是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省下了我 所以我比爸爸有点着急 你这辈子的志向就是敢吵爸爸 逆子 你别别别 我已经亡了 你就别揪着我不放了 亡 你真的 小白你先拍她一家幸福快乐的一家 对 幸福快乐一家 兽医 兽医妻子 来吧 先你们一家上 请三位老师到现场 还在这儿是吧 西 我进去搜紧年轻人的孩子